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雲藍 看不穿販雲浮語變幻 搗不穿幻影的流傳 愁不变墙中的塞杯江南 诗篇 戒不完前都万事纠缠 恕不尽百传千回释还 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 有多少能永远 多年后千后风流 融入海 荣与过随风散尽海赴来 任命已化为尘埃 让诗策铭记风采 千秋万代 歌颂者和风华绝代 疼指尖是否翻白 红颜改 守护着江山背后 明镜台 任岁月开桥换代 未容易无可替代 范花似海 在阶底尖盛开 皇后请看 给红儿做的 这个是做给大皇子的 玛瑙珠可服幼平安 挡灾辟邪 臣妾想给两个皇子 都做一串配饰 可以宁神护身 做得很精巧 他们俩一定会喜欢的 等令一串也做好了 再亲自一起送给两个皇子 这样才能做到公道不偏 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全 那本宫以后 我就多带俊儿来看弟弟 让他们多相处 嗯 弟弟 你看这个好看吗 大皇子饿不饿 王夫人准备了小点 奴婢去拿给你 好 生了红儿 才知道做母亲 实在不容易 臣妾 真要多多向皇后 请教育儿之礼 让红儿长大后 也像大皇子般 伶俐懂事 妹妹不必太过担心 我看红儿很乖 甚少哭闹 但她要是闹起来 我整夜抱着她 她才肯顺 我的手臂麻了 都不敢动呢 凶怕把她吵醒了 她又闹 臣妾 最听不得我的红儿哭了 她一哭 我的心都碎了 这一说起来 我又想她了 不知道这会儿 是不是又哭着闹着 要找母亲呢 那我们去看看 嗯 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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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传御医 诺 诺 哭儿 你为何要打弟弟 哭儿 你怎么能忍心打自己的亲弟弟 无缘无故 何以闹出皇子受伤这种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母 你说 奴婢该死 当时奴婢与瞧瞧去拿食物给二位皇子 谁知回来听到二皇子在哭 我们进去一看 就发现二皇子的额头上有伤 而 而什么 而大皇子手里的摇骨上有血 陛下 臣却没有冤枉大皇子 瞧瞧 如母所言是否属失 你无需顾忌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知无不言就好 诺 却如如母所言 但奴婢并未亲眼看见大皇子打二皇子 那秦殿里还有别人吗 当时 确实只有两位皇子在场 而且 燃血摇骨也却在大皇子手中 聚儿一向温室 怎会发生今日这种事 你常说聚儿熟独胜邪 这是兄弟济息 何乐且战吗 聚儿又蒙不识人事 今日这事 皆因臣妾至家不严 教子无方 求陛下责罚 责罚你聚儿就会长进吗 他小小年纪就残害兄弟 长大了岂不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 臣妾也无话可说 臣妾只求陛下保重龙体 切勿动怒 幸好御医医治及时 红儿的额头不会留下伤疤 可连红儿一定疼疼难当 我的红儿小小年纪 就受这般折磨 臣妾 臣妾偷惜我大皇子打的是臣妾 举儿所作所为有为孝涕 背弃人论实在可恶 绝不能纵容 他人在何处 臣妾也罚他在传德殿 竟私疾过 高祖闻至天下 孝闻钦尝汤药 伯太后玉下有方 窦太后匡扶幼主 王太后慈爱敬掌 这传德殿中 铭刻的是功德 传承的是仁义孝亲之情 今日你就在此好好反省 想想仙人教导 想想自己错在哪里 若是想出来 便跪下向仙族认错 虽说刘巨受罚了 虽说刘巨受罚了 但看着妹妹伤心欲绝 想起自己一直瞒着她 我就 不 万万不可心软 王燕不比你 她什么都藏不住 若是知道了真相 也能成大事 这个我自然清楚 你放心 我会一直狠心地瞒下去 你要她真情有禄 现在她那爱子之情 皇上看着就动辱 你妹妹最大的本领 就是七楚可怜的样子 能抓住军心 把皇后母子 推进祸坑 那才是好事 这个算是做到 现在皇上对皇后 还有那大皇子大动肝火 说要严惩 你这招 确实奏效 知道刘巨要来看弟弟 你要我事先藏在 妹妹寝宫的屏风后面等待 等如母和乔乔出去了 我就有机会下手了 一切有如天助 那刘巨果然跑开了 我马上就从屏风后面出来 拿起摇鼓 狠狠地打红儿的额头 然后马上躲起来 看到刘巨拿起那摇鼓 我就知道他自投罗网 可是我却笑不出来 该笑不笑怎成大事 这下所有的人 都以为刘巨生性顽劣 残暴凶狠 如此于你 于你妹妹 还有那小儿 都是天大的喜事 我知道是喜事 可是红儿 他毕竟是我的生儿啊 一出母胎我就照顾着 听到他哭得 都喘不上气来 我这 荣华富贵 你要不要 那就别再说这些丧志之话 过些时日 我再给你们使一个 此消彼长之法 到时候你 你妹妹 和那生儿的全是富贵 都为此消彼长 但是要切记 一定要狠 而且王爷 绝对不能知道真相 只有假戏真做 才可以让数字成容 参见母后 你为何不跪 母后你说 要我想想自己错在哪里 若是想出来 便跪下向先祖认错 但儿臣没有错 找不到跪的理由 那你跟母后说 那你跟母后说 你认为自己无错的理由 儿臣喜欢弟弟 看到弟弟哭 便拿摇鼓来兜弟弟笑 却看到 弟弟讹山流血了 儿臣不明白 更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母后和其他人 都骂儿臣 母后 儿臣这里好疼 儿臣 你放了句啊 是 来 把草药包好 拿去给王夫人 主夫夫人 要按照太医令的处方 附在红儿的伤口上 诺 聚儿承认伤了红儿 有回过吗 没有 那你怎可放她 皇后不是说过 要聚儿竞撕己过吗 臣妾确实说过 但是回想起来 该要撕过的不是聚儿 而是臣妾自己 你即使再自责教子无方 又有何用 现在该做的事 就是教好儿子 要让儿子明白 孝涕之道 臣妾之过 不在于教子无方 臣妾身为后宫之首 没有照顾好两位皇子 是臣妾之过 没有查明事情始末 就莫名处罚聚儿 是错上假错 作为母亲 没有体察儿子的心情 没有悉听她的冤屈 没有信任她 更是大错特错 皇后言下之意 难道是王夫人使记 伤害自己的孩子 在污蔑聚儿 臣妾并无此意 臣妾只是不想 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 就定论是聚儿之错 当日寝殿并无他人 聚儿手指 染血腰骨 这是你自己的侍女 瞧瞧的供词 难道还不算平均 王夫人入宫三年 苏姓却那么单纯 不懂撒谎 朕单凭她一个眼神 就知道她的心思 她最近憔悴难过 全是真情真义 怎么可能伤害骨肉 来诬陷聚儿 陛下 臣妾从未怀疑过王夫人 母子怜心 王夫人难过 是假扮不了的 何况 哪里有母亲 会忍心向亲生骨肉 下毒手 事后还能阵阵有词 既然如此 王夫人冤枉俱儿 就更说不过去了 皇后对俱儿不处不乏 就不怕落下 护子徇私之名吗 王夫人入宫三年 陛下已体察入位 知她赎真赎假 可臣妾与俱儿 七年母子 俱儿的品性 臣妾更是了解 俱儿一向爱护弟弟 怎么可能忍心去伤害她 陛下 臣妾看到俱儿一脸的无助 哪像是不知悔改 惧怕责罚而撒谎强辩 俱儿一向稳重 这也不愿相信是她所为 可人正无证皆指向她 叫朕如何不信 陛下 可知道俱儿在传德殿 对臣妾说过什么 俱儿暗住胸前 说她真的好疼 疼 俱儿也受伤了 俱儿说的 是她心疼 她说见到弟弟受伤流血 她心疼 见到母后为她忧心难过她心疼 可是她最心疼的 是一向疼爱她的父皇 竟然不相信她 俱儿问臣妾 父皇是不是真的相信 他会伤害弟弟 你真的相信 你这个儿子 会忍心伤害弟弟吗 陛下也来了 陛下圣安 姐姐快请起 今日母后生计 陛下是知我在此 所以特意来找我吧 朕确实 很久没有与姐姐把酒畅谈了 四合 杯酒 诺 弟弟有何烦恼 不妨畅所欲言 时间过得真快 遥想朕当年被立为太子之时 只有七岁 到十六登基 种下树苗 不妨 如今这棵平树 都已经知凡夜茂了 知凡夜茂 是我大汉之父 如今 内忧已除 国泰密暗 爹爹 又不止一个子嗣 早晚会再开枝三叶 与这平树一样 新荣昌盛 爹爹应该开心才是 何必为了小儿争闹的琐事 而烦扰 姐姐朕知朕些 我一入宫便听到 大皇子打伤二皇子之事 所以猜到 俊儿今年刚好七岁 朕是你立为太子之事 莫非弟弟想册封太子 刘安某反一事平定 朕正想以此安臣民之心 可红而受伤 让朕有些迟疑 若俊儿肚恨心重 朕立了他 只怕他容不下兄弟 惹起的 就是腥风血雨啊 弟弟说得对 红而 虽然尚在强保 已见机灵可爱 王夫人爱君情妾 弟弟愁躇 也无可厚非 姐姐也认为 朕不该离居儿 我与皇后的感情 已经不似王日清空 相信陛下 也看到一二 如今外人都传 我们暗有嫌隙 难道陛下 不怕我所讲的 会有事偏颇 姐姐向来落落大度 相信会恩怨事理分明 也认为 姐姐但说无妨 那就请陛下 恕平阳之言 好 红儿的伤势 应该已无大碍了吧 多谢皇后关心 御医的药很是神妙 红儿的伤就快全好了 那本宫就放心了 皇上驾到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平身吧 谢皇下 看见红儿大好 朕就放心了 红儿无碍 全托陛下红服 如今四海生平 国运昌龙 我大汉子民安居乐业 如日方胜 朕深知眼前这盛世来之不易 更要居安思危 故朕今日有一事宣布 现在淮南叛党已除 为顾设计 稳人心 是时候立皇太子 当年高祖皇帝定握大汉江山 何其为武 持剑安邦 实为汉室子孙恪守之志向 汉室后继之人 更应该奸真卫道 你如朕 这萧铁如泥的宝剑 为国为民 而兼用无匹 这兼 朕今日就赐予 二皇子留红 谢陛下 谢陛下 臣妾待红尔 谢陛下隆恩 免礼了 希望红尔长大以后 可用此志强立剑 相助凶朝 安邦定国 兴我大汉 君儿 父皇立你为太子 你可有信心 担此名为啊 谢父皇 孩儿定不负重托 琴学礼法典章 苦练奇寿武艺 承袭父皇英明伪劣 大汉安民定邦 真是知理得体啊 好 起来 谢父皇 谢陛下 对俱儿的信任 朕此决定 又何止是信任俱儿 可喜皇后 皇后 皇后教子有方 可喜大皇子 愿大皇子立得 已会社稷 谢王夫人 聚儿今后 也会同样保护弟弟 照顾弟弟 白民 臣在 卓太使令移植 立敌张子刘具为太子 朕要召告朝臣百姓 列足宗亲 皇儿刘具 聪明国感 心正向善 足称大同 现立为太子 已故汉室之根基 延绵大汉之昌盛 姐姐但送无妨 那就请陛下 恕平阳指言了 母后离世 皇后离世 长秋殿这里 本该冷落凋零 可是无论我何时到来 母后寝室 总是鲜花不绝 而且这里所有的摆设 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还有殿里所有熏罗 里面全都是母后生前 最喜欢的檀香 弟弟可知 这份心意是何人的 当然是皇后的心意 王夫人 爱君 爱子 是小爱 皇后心怀母后 待你我行孝 爱君 而即君之所爱 视为大爱 传立太子 按礼法 当然应是皇后 所出的嫡子 何况 亦如父皇遗训 能否汹涌帝宫 再与其母贤德 请陛下无需过滤 早确立人选 便早安定人心 免去不必要的争断 解解官人余味 分析入情入离 毫无偏谱 心思比朕投尘 为大汉舍姐 为母后 为我们姐弟亲亲 臣只是以陛下为心 什么误会嫌隙 都不可以延楼 你我手足之情 开到玉片 沉南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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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无悔 孤孤节为子宫 发天下 我是莫去病 大家跟着我冲啊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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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丁就费轻 你得跟着我 然后就是太子 让爱好人天下 你们都要看我去回 不要吵了 我是为祖父 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大丁就费轻 叫 叫 我走了之后 你和家儿又生了两个儿子 又当了大将军 我应该联敬你三杯啊 这三杯我不喝 你自己喝 就说得对 姨母的聚儿被立为太子 我又被封为冠军侯 这些喜事啊 你可要一一地向我们敬酒道贺 好了好了 大家就是合计活来要灌醉你 看你怎么挡回去 何用挡啊 反正高兴 我今天晚上 就打算一醉方休 我离开这么多年 见到那些贫困的百姓们 逐渐生活富裕起来 我也正想开开心心地喝上一杯呢 这都是多亏皇上推行种种心政 筹集军粮之余 还休养生息 保障百姓生活 这些也是段大哥四处奔走 推动的成果 百姓安居乐业 才能和全民之力 与外敌一决胜负 那你应该日日带兵操练 随时候命了 这场大战 近在眉睫吧 现在只待皇上一声令下 即可披甲 决战末北 换我大汉 长久安宁 只是 这次战事非同小可呀 若是有丝毫的闪失 我呸 说这种丧气话 易大叔你多虑了 我们屯兵储粮 养兵练马 军力更胜从前 况且 有我率万纪轻纪做先锋 又有舅父统领调度 一定将外敌 杀个片甲不留 我看你啊 真是想明日就上战场啊 放心 快了 易大叔 我有一样东西想要送给你 想必你一定喜欢 打算等你回来就送给你 稍等片刻啊 好 我看你这小子 等打仗都等得心慌了 到时候记得 带着双风骆驼回来 我很想骑一骑啊 双风骆驼你也懂 我懂得可多了 西域还有缩缩树 上脊肉松绒 既可强身健体 还可以治内伤 你知不知道啊 真好 你们一碰面就吵 这里也真的多了 母亲 三个孩子已经睡下了 魏青呢 他说有礼物送给我 进去拿了 一定是前两年啊 他给你买的星象图 昨天收拾书房的时候 我给收起来了 我现在去看一看 好 双风骆驼你懂 你骑过骆驼 我还骑过白虎呢 真的吗 怎么啦 何一大叔喝多了 来人 来人 不行 我得去请义公 我 不要去 此事不能够外扬 为什么 大帝当前 出征在即 此仗 宠化多时 非大不可 也非胜不可 我的状况 若是皇上知道了 未报此战胜算 我会 朕前亦率 才是获惠 是一定要易衰 以你现在的身子 不留下来好好调养 难道还想挂帅出帐 只有 建功立业 才能保住 我大将军之位 叶正义 我位高权重 才能保姐姐 还有 那处立为太子的巨儿 皇上 用人为财 这是 无可厚非 但是 朝廷后宫 总会潜藏 豺狼虎报 恩宠权威 一朝便宜 谁 能预计后果如何呀 你是顾虑周权 但这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 家儿 难道你身子抱恙已久 你只是 一直隐瞒着我 我知道你怕我担心 我不怪你隐瞒 但是 你现在这个状况 怎谈建功立业 去兵萧勇善战 由他挂帅 一样可以立战功 报皇后 诸太子 去兵 用兵布阵 却有天分 但毕竟太年轻了 我担心 他大战轻敌 翻下兵家大忌 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去兵 年少齐生 却手握兵权 除了 我如今已旧父 和大将军的身份押他 郡主再无人可以制衡他 如若他决策失误 或是遇上了不服命的老将 这后果不该设想 情是如此 我不能不去了 可我担心你 不用担心 能打此仗 已经使我精神百倍 重新抖擞 我虽留此圣体 但那敌人死而不将 重犯边境 此战 足可让我大汉子民 也长久太平 识问 有几人 可以七次胜体 更能根除后患 所以 我要打 加儿 我想打 你真能撑得住吗 我只是偶干凤寒 才救命复发 只要多加调理 我一定会没事的 可是你 此事我 必替我隐瞒 这个秘密 谁都不能透露 尤其是不能让我姐姐知道 水热 水热 尽管 当年魏卿出征 鲁德外敌兵刃 朕让人钻研 以其草纲冶金之术 炼出槟帖 铸成这两把 无金不摧的宝剑 卫卿 臣在 朕名此剑为天上 赐之于你 为以重托 愿你此去挥剑屠郎 尽灭外敌 谢陛下 取兵 臣在 此剑 朕名之为镖影 愿你所向披靡 易如电光 敌人还为其反应 已死于这剑下 谢陛下 臣定会再斩敌千万 要外敌闻我汉君而哭好 从此再不敢踏足莫南 说得好 此次远征末北 是最后一阵 上次 朕赐赋予你 可记得你拒绝时说了什么 边关未静 无以为家 朕已命人为你兴建心腹 此战归来 即可入住 谢陛下 臣定以此剑 敬边关 让外敌从此绝技 以报陛下隆恩 果然是好剑 舅父 我们不如在御前切磋事件 以泄圣恩 好提议 朕正想看看 朕的左膀右臂 如何虎虎生威 让外敌 闻风丧胆 舅父可别小觑我 我既为将军 最近又心情断裂 你恐怕 未必胜得了去兵 来吧 别小觑他 尽力点 朕就是想看看你错他那锐气 舅父 看招 好 大将军 陛下甚安 朕正要看魏清与去病比鉴 不想皇后和大将军夫人就来了 昨晚大将军 挑灯钻研行军布阵之法 通宵达旦 今早就入宫了 还未尽早晒 所以沈家就带着肉汤和小点入宫 臣妾也备了些小吃 陛下也尝尝 魏清啊 难得你夫人 如此贤惠体恤 你要庆幸新味 好好珍惜 谢陛下夸奖 沈家 刚才你扬生失疑 是怕魏清 彻夜未睡 鄙视伤身吗 是 你宽心吧 魏清驰骋沙场 浴血杀敌 日夜兼程 少睡一觉 少吃一餐 根本视若寻常 不碍事的 沈家知道 让陛下见笑了 沈家准备了一些 暖胃醒神的小点 不知陛下 可否赏脸品尝 舅母啊 陛下刚刚欲赐一把新剑 难得今日 我与舅父可以切磋剑法 不如我们先试剑 然后再尝那些汤羹小吃 烫凉了就不好喝了 说得对 臣妾做的蒸饼也不能放 屈兵 你不是说过 最爱吃姨母做的蒸饼吗 你还要吃吗 要吃 当然要吃啊 那就请陛下 恕臣妾打扰之罪 不要枉费臣妾 一个早上的心血 好 未清晚些 还要去马场清点战马 那就改日再世见吧 诺 谢陛下 舅母 有没有酒啊 舅父与我 灌一酒送蒸饼啊 你想酒想疯了 你姨母舅母 是来送早膳的 喝什么酒啊 废庆刚出宫去马场 你就没心紧促 是太离不开夫君 还是替他担心啊 没什么 只是一大早就出来 现在有点挂念三个孩子了 但我恐怕 还得要你多挂念一会儿 今天见你做的肉骨汤 大家都喜欢 想让你教一学 召叫我 这样 魏清和去病出征之前 我也做给他们尝尝 我 我还想在汤中加点花 你帮我选 配花 同样的汤 我总不能照搬你的手艺啊 总得想点心意出来 我这有两种 上好的入传用花 和欢花安神解育 而这红花 散淤止痛 那就红花吧 魏清 不太喜欢和欢花 无论何时何时 你都顾念这魏清 体贴关怀 我只是什么都不懂的小草 不像姐姐只说打理 才智俱备 可以为夫君分拥 我能做的 只是照顾好府中上下 照顾好她的起居也是 但连这点小事 我做的都不够好 你已做得很好 你为魏清所做的一切 不论是我还是魏清 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有请 plug 不用了 换 你 你想 再让我们 一切礼仪外衫 起居物品都已备好了 那这是 我在整理自己的东西 我要随军出征 你说什么 我要随军出征 家儿 战场凶险 出征打仗 不是儿戏 那岂能说去就去的 既说战场凶险 你带上上阵 就不凶险吗 我之前不是已经 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 我的苦衷呢 我理解 家儿知道 此战夫君必定要去 你是为了姐姐 为了太子 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一生报复而战 而家儿 是为了夫君 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的家 为了习主所爱 相陪到底 随军出征 这个家 不能失去助力 孩子不能失去父亲 我更不能失去夫君 所以 你一定不能有事 我要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要让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家儿 我明白你的心 有你在身边 提取照顾固然是好 但是三个孩子年纪还小 他们更需要母亲 所以 你在家里 替我照顾好老乔 让我后顾无忧地拼战沙场 这样 才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三个孩子 有母亲和易叔叔照顾 还有家里的一众婢女和家谱 家里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用担心 不行 我这个大将军不让 我看谁给人让你入营随剧 你想都不要想 若神家不得去 大将军你也不得去 好 我惊得你 你 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入雪滑过彩虎面融化我 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古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木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是围在我心底 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沾滴 包围我的天地 你周围在我梦里 不让你点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你呼吸还细腻 你沉血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出现我的回忆 我会想到你 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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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说